连续几天的征战 中国队的马龙和许心 成功会识男单决赛 作为国家队队友 同时还是双打搭档 两人毫无秘密可言 从技术打法和实力来讲 马龙要占助上风 因此许心更多地采用薄杀战术 比赛开始阶段 他的这一战术取得了效果 打出了很多精彩回合 一分也一度取得领先 当然薄杀战术也是一把双刃剑 精彩进攻会与较高的失误率 结败而行 再加上马龙在关键球的把握上 更胜一筹 许心以9比11丢掉了第一局 随着比赛的继续进行 马龙横板两面攻的优势 更加明显 在多回合的对抗中 马龙大都是赢球的一方 前四局 虽然每局都打到了11比9 但局分马龙以3比1领袖 首握两局优势的马龙 第五局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势 很快将比分打到了7比1 并最终以11比6获胜 总比分4比1击败徐心 赢得冠军 徐心获得亚军 恭喜你获得德国公开赛的亚军 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评价 我第一次听说别人恭喜亚军 我觉得决赛我们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 但是在自己关键分的处理上 可能显得还是跟马龙比会差一些 所以导致我们前四局都是在最后两分去结束比赛 但是我是1比3落后 时隔9个月 重回公开赛赛场的马龙 第一站就在德国流败 这是他第五次问鼎德国公开赛冠军 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第25个公开赛冠军 排名历史第2 心情大好的马龙在接受采访时 还秀了一下自己的英语 我说德国是我的幸运国 德国是我的幸运国 我非常愿意回到我回来 谢谢大家支持我 谢谢 谢谢